Odia Jungle 诸葛亮多次北伐 但是无奈为国兵抢马壮 而且拥有司马懿等人才 最后 诸葛亮于蜀汉兼兴十二年 二百三十四年 并逝于五丈元 今陕西宝基岐山境内 不过 在诸葛亮去世后 司马懿却没有反过来进攻蜀汉 那么 问题来了 在诸葛亮去世后 司马懿为什么没有攻打蜀国呢 是因为害怕打不过蜀汉吗 一首先 在诸葛亮死后 司马懿本来就像趁势攻打蜀汉 不过没有得到皇帝的允许 根据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记载 诸葛亮秉持五丈元后 蜀汉将领杨仪 魏严在撤军后争权 杨仪杀死魏严 司马懿想成绩攻蜀 魏明帝曹瑞未准 此事只能作罢 对于魏明帝曹瑞来说 虽然在防御诸葛亮上重用司马懿 但是 对于不是曹氏宗族的司马氏 魏国皇帝还是有所防备的 由此 在诸葛亮的威胁消除后 魏明帝曹瑞等曹氏宗族 显然不希望司马懿通过进攻蜀汉 来进一步扩大势力 而同时 在诸葛亮去世后 魏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 这也导致司马懿无暇进攻蜀汉 就外患来说 早在公元233年 也及诸葛亮生前 东吴孙权与属相诸葛亮共谋 约定共同举兵发位 公元236年 诸葛亮去世后 东吴孙权被罚曹魏 派遣又都督陆迅 与中司马诸葛紧攻襄 在此之后 东吴陆逊 诸葛克等人 也都有进攻魏国之举 这促使魏国不敢轻易调集 重兵进攻蜀汉 并且 对于司马懿来说 除了成功阻止诸葛亮的北伐外 平顶辽东也是其一大战绩 三早在东汉末年 公孙渡具有辽东 这个割据势力对曹魏一直是叛石将 是魏国在北伐的一大威胁 三国这一历史阶段 公孙渊既为辽东太守候 对魏更加不逊 魏明帝震怒 派荆州刺史冠秋俭 出任幽州刺史 时辽水大涨 冠秋俭不利而还 到了公元237年 公孙渊公然反叛魏国 自立为燕王 而且派遣使者联系孙权 希望一起来进攻魏国 在此背景下 魏明帝只能派遣司马懿来平顶辽东 后者采用声东击西之计 轻松击败了公孙渊 彻底解决了辽东问题 自最后 另一方面 就内容来说 司马是和曹氏的争权 促使司马懿更加没有时间对属国用兵了 公元239年 新皇帝曹芳集位 曹双为了排挤司马懿 推动朝廷任命司马懿 为没有实权的太傅 公元249年 司马懿决地反击 发动了高平陵之变 成功诸蔑曹爽 并掌握了魏国大权 公元251年9月7日 司马懿在洛阳去世 相年73岁 由此 总的来说 在诸葛亮死后 司马懿忙于内忧外患 没有很好的时机来进攻蜀汉 文情怀历史微信公众号 情怀历史